我好像從 IG 看到你好多新人喔 還是你要坐在我腿上 28日賈靜雯 王靜 林一蘭 一起美美出席品牌活動 看到王靜就會想起 他在聖誕節和小曹的放閃照 現場的大家是直接把他虧爆了 我其實在我女兒覺得他今天好幸福喔 尤其現在也摸完之後 現在也摸完之後就更幸福 然後手還要這樣子 就是小曹這隻摸著王靜 嘟嘟的手收 讓他被外界風猜 他是不是懷孕了 我覺得那麼小是問題 因為我們做的經常有一年 但是我們任何的椅子 面積很小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算 他自己在上去 然後他是要 你要先幫我移頓一下 所以我完全 我非常訝異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怎麼意思 你們兩個都喜歡 擠在一個小的椅子上去 家裡剛好椅子不多 哈哈哈哈 那你擠你的地方讓我們看看 好 沒有 去你家擠 現在是不是懷孕會不會突然有好消息呢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現階段還是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嘛 而且我人生大事也都會跟我媽 還有我媽 就是一起討論一下 對 所以不至於到會做出太驚嚇 現在已經夠警告了 不準 是媽媽最想要怎麼講的 我媽就是覺得她就是一個 很實在的人 對 你可以聊聊你啊 你覺得呢 就是兩個很有夫妻的臉 但不要太早成為夫妻了 環境這對是在大放散 不過假修一家卻差點鬧失和 今天也有一小插曲 就是說先生 這個早上 然後把他們完成 所以早上我先視訊他們的時候 她就說媽媽 今年實在老公公沒有送我們禮物 我說不可能 是不是把那個實在的禮物寫得太難了 然後說沒有 很簡單啊 我的怒火就上了 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喔 塞車 因為她送太多禮物了 你再等一下 今天還很長 結果你立刻發宿息 然後跟她講說你怎麼回事 我每一年沒有錯過的 今年竟然錯過 我兩天沒有禮拜 哈哈哈 很喜歡你也有遺度誤會的